科学家研究美洲土著的遗传因子,发现它们身上存在亚洲人才,有的四个少见的特殊基业,又碳十四试验,预测出到北美大陆最早的人类是在一万年前,而印第安人自己又称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种,中国人的后裔。 近来美国一出逃古发现的印第安人时刻,上面的古老文字,经破意境是英文,这一切都在证明,美洲最早的移民是亚洲人,是中国人,人类学家认为,他们是从白丽海峡去到美洲的。 这时我想起,我在美国所见到印第安人,当时我感到他们很有些像中国人,看来我的感觉没错。 那时,我正在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习,学校所在地是达福克斯市,这个州的州名达科他就来自印第安语,当地居民有不少是印第安人。 商店里则常可见印第安图案的事物,就连我们学校的校徽,也是由一个印第安人的头像加大学名称缩写U,N,B,三个字母构成。 这个标志也出现在学校商店出售的杯子,B,N建加,运动山等物品上,现在,我仍保存着这样的纪念品。 我想当地印第安人的命运,也许比加州那样的西部地区好一些,因为整个西部地区的开发史,就是一部印第安人的血泪史,最后结后余生的印第安人,也被带入了印第安人保留区。 所以我在那儿住了有两年,几乎一个印第安人也没见到过,只从文学作品和电影里看到过他们的身影。 在北达和泽布彤,大学校院里,常见印第安人学生,他们不难辨认,有的从装束上,你一眼就能看出来。 男人竖两桥辫子,穿长袍,女的袍子上,有一些彩带之类的事物,我觉得有些像我们藏族妇女的装束,不过不少印第安人,现在装束也与大家一样了。 那从长相上,口音上也能辨别出,他们说的英语,仍代印第安语腔调,他们在家中仍说土语。 一次,我参加一个文学讲座,主讲人是一位作家,他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,你们中有谁想当作家吗? 来听讲座的大多是文学爱好者,肯定也有人在做作家梦,但不好意思直说出口,大家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都在迟疑着。 此时忽然有一个人举手了,哦,我认识他,是一个印第安男生。 我们同学修20世纪美国文学课,看来他真更勇敢的了,像一名印第安勇士,那所大学每年要举办一次文学方面的交流活动。 有一些学者,作家来讲演,来签名授书,1987年,那次就有两名印第安作家参加。 我对其中那位三十多岁的女作家,一所大学任助理教授的,但别感兴趣,因为她那有些黄的皮肤和黑眼睛,黑头发,太像中国人了。 她讲完演后,我特地买了一本她的诗集,去请她提词,签名,并告诉她我觉得她长得很像中国人。 她笑着回答,她听说他们的祖先是中国人。 我的美国女友Betsy是一位正在攻读文学与戏剧的博士生。 一次我去找她时,她正送客人出来,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。 从装束上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,但长相上很明显不是白种人。 Betsy为我们做了介绍,说对方是一位Native,以为本地人或土著,我注意到她为用Indian译词,我想她是为表示对他们的尊重,说明他们才是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。 她还说,以后要带我去印第安人家里看看。 所以说后来未能实现,却要我同去参加过一次印第安人的庙会。 当地的土著每年十月初要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庙会,他们在庙会上表演印第安歌舞,摆摊出售他们的传统手工艺品。 1987年的那次,地点就选在了我们学校的体育馆,去参观的购门票,不过一张门票可使用三天。 这既反映了他们的普实,又反映了他们的聪明。 如果有人买了票,而愿多去看几次,那又有什么不好呢? 多去不是既表示喜欢他们的歌舞,又有可能在那儿买更多的东西吗? 那天我们入场时,正遇到Bepsy的一位朋友从里边出来,他看到我们好高兴,立即将手中的相机交给了他,请他接着给拍照。 他自己应有时得离去,后来照片洗好了,也送给了我几张,其中一张是我与一个十来岁的印第安女孩的合影。 那女孩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的那天,也参加表演,我请他与我合影,他就大方的同意了,他母亲友好的看着我们笑。 观众坐在看台上,几十个印第安人在场上表演。 他们中有男,有女,有老,有少,以年轻男人装扮成的舞是最引人注目。 化妆独特,跳得也最起劲。 他们的打扮使我想起京戏中的套宝舞声。 脸上用红,白,黑三色勾化脸谱,头上插羽毛,身着色彩鲜艳的丑,断大袍,背上扎着用长羽毛制作成的靠靠,手上还握着孔明扇货枪呢。 女的则穿绣画衣,有的屁斗篷,不化脸谱,舞蹈是在歌声半唱下进行的。 歌者都是男人,歌的曲调很简单,但歌声高昂而粗广,有灵有和,有时拖着长枪,有时的耳急促。 加上古典,听上去令人十分振奋,也想随他们去征战,他们的舞步比较简单,不时发出呼的喊声,不时也转转圈子,没有多少的形变化,只是沿着一定的方向不断前进。 那歌舞有一种原始之美,但又不像电影中那样赤膊上阵,我觉得那歌很难学,首先是一般人没有那样小亮的嗓门,调子也很难拿,怕是不易用1234567来祭福。 那舞步看似容易,只要他对节拍就行,似乎谁都能一学就会。 不过,要跳出他们那种热烈劲儿,那就很难了,也许非得有他们那种血性才行吗? 他们每跳一场,约半个多小时,然后休息一段时间才跳,观众在这间鞋中就可离开看台,去浏览他们的货摊。 盘上有银首饰,有小板纱,有月强用品,在Badsy的建议下,我买了一幅小画,画是用沙子制作在后纸上的,再粘在一块棕色木板上,板的上端有一小环,以便人们挂在墙上。 画的背面,有说明,称此画为The Great God, Spirit,伟大的神灵,是歌颂太阳的。 印第二人是太阳为万物之父,从这画儿的构图上,也能看出,整个图案有些像一朵像日葵,核心有四种颜色的沙组成,右上侧的黄色部分代表太阳,万物之父,左上侧是红色的红,它是太阳的儿子,太阳通过它造物,黄,红之间的一块本色沙的图案,代表大地,下部的浅蓝色鸟形图案。 是雷鸟,神的威力的象征,白圈的花瓣,不用说就代表万物了,东西虽小,它代表了印第二人的文化,代表了它们的创世说,据说此图是保人平安的吉祥物。 所以回国后,我一直把它挂在母亲的房中,也有一点安人在那儿搞电子照相,只可是现代化的玩意。 Bexy说它或许照过,好心的为我付款,请我照一张。 我于是站在那部电脑屏幕前,一会儿我的像就从屏上显现了出来。 随着,打印机就开始打印像,像是打印在一张一尺多宽,二尺多长的站着式的纸上,像个上,下个有字。 上部是wanted,下边是reward。 一,零零零,零零零,哟,妈说呀呀,我被警察局悬赏一百万美元桌拿。 俗话说,没做亏心事,不怕鬼敲门,我把它拿回宿舍,堂堂正正的挂了起来。 回国后,她的命运不佳,母亲反对我挂这幅像,说,这算什么,多难看,我只都把它卷起来,放在柜子里。 当我一个人悄悄取出她完赏时,此路不由就又被她带回了那个热闹的印第安人庙会。 他们每年还在举办吧,耳边仿佛又听到他们高靠的歌声,眼前似乎又浮现出他们火爆的舞字。 Metal,Soxy at Jinshion,Small at UCN。 大舟点评,秦峰一首,巍巍大观,令人呐喊的是,在现代人民如此发达的美国, 竟然能完好的保存着土著民的民风民族,以及土著的部落。 更令人感叹不已的是,作为原住民族,他们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,不知将来会如何。 又,经作者一探索,电影中所看到的土著人,真与东方人相像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